那至於430的部分 他並沒有在日本確診 他應該是 他這說法是說 他的先生在4月初有有症狀 但是他也沒有 他先生也沒有被確診 今天新增的這三個病例 他們在飛機上都有做好個人防護嗎 然後呢 另外同班機的旅客我們有沒有做相關追蹤 然後另外430例這個部分 第430 案43這個部分 那 他是有辦法追蹤他是在日本確診 還是在澳洲確診的嗎 這其實目前只要上飛機 應該是每個乘客都有 戴口罩啦 那有關這三例他們的這個 接觸者的話 我們都有包括 同機旅客 像430的部分 同機旅客有6名 431跟432的話 他的這個接觸者有11名 然後我們都會針對這幾位 就進一步的請 這個航空公司跟這個 我們會繼續去追蹤這些乘客 那至於430的部分 他並沒有在日本確診 他應該是 他這說法是說 他的先生 在4月初有有症狀 但是他也沒有 他先生也沒有被確診 他也沒有跑到任何人 找到他 他就給他了 任何人的身體 他應該是用的搭乘 初眼 他應該有保證 他都沒有理解 他應該是一個那一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